大家好,我是胡福奇社 我已经很久没有露脸跟大家闲聊一下 因为我前两天在一个社交软体上面看到一则新闻 大概就是说 有一个月入五万元台币的男子 因为每个月必须拿出一万五给父母亲 这对他的生活品质造成了严重的负担 因此他发出了一句抱怨 叫做你们为什么没有问过我就把我生下来 当然这个标题有可能是记得自己加上去 但重点是这种文章一出来 势必会有两派的网友在争吵 一种是站在孩子这一边的 一种是站在父母那一边的 这一种会撕裂族群造成对立的 不管是制造父母跟孩子 或是老板跟员工的 或者是老百姓跟政府之间对立的文章 一定都会有人吵就有流量 所以两派的留言的话 我都带来看了一下 我只能说 如果你觉得把责难父母说你没有问过 我就把我生下来 如果你有这种观念的话 我建议你赶快改一改 因为这实在是太废了 你等于是把你生命的责任完全推给别人 你可以现在就去跳楼 你干脆不要活好了 你不能选择你进场的时机 你可以选择你退场的时机吧 对不对 那以我自己这样子的一个为人父母的人来看到这个文章 我当然不会去苛责说 年轻人就一定要供养你的父母 以我自己的话 我可能会希望说 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运动 照顾自己的身体 趁年轻 我还有点力气 我多赚一点钱 把自己的一个资产 身体都弄得更加的健康一点 然后老的时候 不要去依赖到我的小孩 这个可能是我看到这则新闻之后 我会愿意先检讨我自己 不要变成别人的累赘 那如果说各位你是年轻的朋友 你还没有小孩 那你父母亲可能年纪慢慢在变大的话 我也建议各位 你还是应该强化一下你自己 不管父母有没有对你提出这个需要你帮忙 我们不要讲说施舍 就是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我们如果能够身边已经有多一点积蓄 然后有一些成就社会地位 或者各种能够帮助父母的资源的话 我相信这个在你生命当中遇到一些波折的时候 不只是父母这一关 在各方面来讲的话 你应该都是有余力去应付的 那透过这一则新闻 我是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 每次这种双方对立争吵的新闻一旦出来 两派网友都是在检讨另外一方的时候 我是不禁有点心凉了 那我是建议大家不妨的话 就听听我这个大叔的唠叨 遇到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我们是其中一方 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让另一边 不要对我们这样子抱怨 或许我们的生活都会因此变得比较美好一点点 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